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通梁市区40千米 数百年来 这里几乎未出现过有价值的考古发现 但在2010年 一向震惊全国的史前人类遗址 在这里破土而出 这类文饰呢 在我们已经公布的材料里边 我们有见到过 在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考古史前考古工作当中呢 也没有见到 这是第一次见到 我们现在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很重大的一个发现 考古队员在这里发现了一处 距今五千五百年至五千年的史前大型巨国遗址 独特的藏俗 神秘的文士 哈明遗址 呈现出迥异于周灵其他考古学文化的面貌 最终被确认为全新的考古学文化 即哈明文化 但随后的发现 让在场的所有考古队员惊诧不已 后来这不是挖在上面有很多黑的吗 后来有人说不对啊 他这个房子烧过 他说那就是说把这个人捐到房子里边 完了以后放了一把火烧 把这些人给烧死了 97具骸骨 被堆放在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房屋内 是某种古老的祭祀 还是一次突发的灾难 又或者是一场灭顶的战争 此时 传统的田野考古 已经无法解答谜题 考古队员们需要借助科学的手段 获取历史真相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内蒙古哈明考古遗址公园 我们现在所参观的掌管是哈明遗址的保护展示馆 里边展示和保护了最精华的21座房子 一座墓葬和六栋壁坑 2016年8月 内蒙古哈明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开源 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 是迄今为止 内蒙古自治区及东北地区发掘面积最大 且保存比较完整的一处大型史前聚落遗址 其中在遗址原址上修建而成的哈明遗址保护展示馆 格外领域 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近距离看到 5000多年前的几十座房子遗址 一窥哈明遗址曾经的繁盛图景 甚至还可以看到房子内的雷雷尸骨 这座房子编号为F40 深度不到半米 编长仅四米 但就是在这座圆角方形的房子机坑内 考古队员在居住面上 发现了至少97具尸骸 凌乱的人骨最多叠压处打三层之多 据测量 F40的室内面积约18.5平方米 大小仅相当于现在的一间普通卧室 但就是这样一间小小的房间 却容纳了近100个人 整个房子内除西南角外都堆满了湿海 层层叠压 场景充满进行 2011年发掘接近结束的时候 完了以后我们有一个工作人员 就是咱们的技术工作人员 有一天我从工地回去 回去以后他就追过来了 追过来到屋子里找 他说你去看一看 那个地方出了好多人骨 我说不会吧 他说就是 我去了以后那个土那个黑 就像是那个碳似的 那个土的黑到这个程度 后来他把土扒了开 他说你看看下面是不是人骨 他一扒了开我给你看真是 极品清晰地记得 当年随着首产的起落 呈现在考古队员面前的 似乎是一处惨烈的案发现场 在房址的东北壁附近 至少有九个颅骨聚拢在一起 房址中部偏北也有类似现象 尤其是在造坑至门道之间 在这个不足四平方米的范围内 骨架上下跌压多达三层 在有限的空间里 人骨分布的密度如此之高 这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现象 考古队员联想到此前 在这处遗址里发现的趋势脏 不禁怀疑 难道F40房址是一处大型的居室葬 五千多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近百人以如此凄惨的方式 葬身于这一座房址之中 今天在哈明遗址保护展示馆内 我们还可以见到一处 在原址上保护起来的居室葬遗迹 这一座墓葬发现于F58房址的居住面上 墓主人养身折肢 周围未见墓矿 也没有葬具的痕迹 在居住面上 散布着大量动物骨骼和淘气残片 呈现出哈明文化居室葬的典型特点 与之相比 F40房址中的遗骸却姿态各异 它们有的侧身 有的腐身 也有部分人是养身 它们面朝的方向也不尽相同 其中部分遗骸还出现了上下叠压等异常现象 就是说其他文化 比如说养勺文化 还有这个红山文化 它们那个这是居史上 那个是明治是规的 因为人家就是把房子当墓葬了 房子废弃以后人家把这个房子 人进去以后摆得整整齐齐 完了以后在人的周围 把这个随葬淘气也摆得整整齐齐 最后把这个房子一埋 那叫居史葬 像咱们这个就是 一点规律也没有 而且都是不太完整了 F40这个人还比较完整 其他那些房子发现的人骨 完整得很少 考古队员判断 这显然不属于任何一种葬事 如果不是居士葬 为何房子内会出土 如此多的遗骸 这些人又为何会被聚集在一起 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 为了寻找答案 考古队员们将视线 投向了距离哈明遗址 500多千米外的一处 红山文化遗址 牛和良遗址 位于辽宁省朝阳市下下的 林园市境内 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 红山文化 距今5500年至5000年 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 考古大发现之一 这里是牛和良遗址 第二发掘现场 高高的山梁上 四座巨大的基石桌 由东向西 以此排开 这是红山文化特有的一种葬祖 红山文化的墓葬 发现得很少 而且红山文化的墓葬 非常讲究 红山文化的墓葬 大多数跟石头有关 大多数里面都有随葬品 高等级的红山墓葬 比方说像牛和良 像半拉山 这些出土的红山墓葬呢 都是拿石片砌起来的 里面有非常好 非常等级非常高的玉器随葬 没有淘气 红山先民在将逝者下葬之后 会在周边建起祭坛 以供后人祭祀 这种以玉 石为载体 坛 种结合的基石种石棺葬 是红山文化特有的一种葬祖 坛 庙 种的形制格局 也与今天北京的天坛 太庙 石三陵有相通之处 显然在这一时期 红山先民已经开始有意识的 祭祀祖先或者某种神灵 在《礼祭祭统》中曾有记载 礼有五经 莫重于祭 就是说在中国古代的礼制中 祭祀是占最重要的地位 那么相距不远的哈伦遗址内 97具遗骸共处仪式的现象 是否也是某种古老的祭祀行为呢 在对F-40房子周边 进行仔细勘察后 考古队员排除了这种可能 出土人骨的房子 有坑穴 有门道 有造坑 就是普通房子 人骨周围 我们就没有发现有规律的 城组的淘气摆放 只有就是说能说明这个 就是说它随葬的 只有它身上带的玉气 考古队员通过发掘确认 哈明遗址中出土人骨的房子 与一般房子 在建筑结构和形式方面 没有明显差别 房内堆积包含遗物较少 室内也没有发现 举行某种仪式活动的特殊设施 整体来看 没有任何祭祀的痕迹 那么F-40房子内的 哈明鲜明 又是因何被埋葬于此 考古队员只能在疑问中 继续探索 这是2011年度 哈明遗址发掘报告中的 一份统计表 记录的是F-40房子内遗骸的鉴定结果 体制人类学专家 通过散落的人骨 还原出了部分哈明遗址鲜明的信息 这个作为他们来说 一个头骨就足够了 头骨 盆骨 头骨上面描述是 眉工骨 还有这个下颌骨 还有这个后面有一个叫枕突 这些都是判定一个人 性别的这个点 作为身体最坚硬的骨骼 牙齿透露出了他的年龄 判定年龄的这个 最主要是什么 牙齿 根据牙齿的这个磨损程度 F-40-1 性别女 死亡年龄30 体重 性别明确者有21例 年龄段明确者共有58例 F-40-2 性别男 死亡年龄25到30岁 F-40-13 性别不祥 死亡年龄40到50岁 F-40-65 性别不祥 死亡年龄4到5岁 F-40-97 性别不祥 死亡年龄不祥 从F-40-1 到F-40-97 每一个编号背后 都是一条鲜活的生命 他们原本应该在各自的年龄段 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 但如今却只能化作白纸上的黑色数字 五千多年前 他们究竟为何会集体来的这间房屋 最终失去生命 考古现场迷雾重重 截至2012年 哈明遗址估计经历了三次发掘 发掘总面积仅6000平方米 遗址内清理出房子54座 出乎考古队员意料的是 其中除了F-40外 还有7座房子的居住面上 出土了人骨 其中 F-32房子 室内面积36平方米 出土人骨13例 F-37室内面积16平方米 出土人骨22例 8座房子内 供给出土至少181例人骨 181人 这在史前聚落中 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 根据体制人类学专家的判断 这181人 应该是在较短时间内先后趋势 当年这片土地上 究竟发生了什么 抱着这样的疑问 考古队员展开了新的发掘工作 当他们在房子内 清理这些遗骸的时候 发现了大量玉器 他们试图在这些玉器中 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这是哈明遗址出土的一件双帘 玉质仿佛一块白色的绸布 但是由于长期受水土侵蚀 受沁变色 这一块绸布上 平添了些许印象派的抽象画风 双帘呈扁平状 上小下大 下臂略长 两臂中间都有圆孔 形状类似假面面具 玉器整体工艺精湛 性色自然 极为罕见 这些新出土的史前玉器 质感温润 种类繁多 其中 瘦手鼻形器和软角方形玉壁 在此前的同时期史前遗址考古中 从未出现过 属于哈明遗址 独有的发现 除此之外 遗址中出土的双帘 勾云形玉佩 玉簧等 这些玉器具有红杉文化的 形制与风格 但与之不同的是 红杉文化的玉器 一般只建于 物丧和礼仪场所 而这一批玉器 却均发现于房纸内 或建于主人的颈部 或散落在腰腹间 因此考古队员推断 这一批玉器 应该都是随身佩戴之物 发现了一个双连臂 发现了一个三连臂 还发现了一个残缺的 一个勾云形玉佩 过去玉器 大量都是出土到墓葬里边 因为它作为一种礼器 这个哈明遗址的发现 说明这个玉器 在东北地区的史前 人们不仅仅把它 作为一种礼器 而且还是作为一种 这个高级别 高档次的装饰品 随身携带着 王者炼玉 以为其灵 生者配玉 以彼其得 哈明遗址中的玉器 除作为装饰品外 也表明所有者的身份 与地位 细细观察后 考古队员对发掘现场 遗骸的状态 有了新的理解 大多数玉器出土在人的胸部 两个耳侧 还有腰腹部 根据周围这几个房子 这个情况看 我们认为这些罹难的人 在遭受了巨大不可预测的 这种事件的过程当中 就是说很仓促地 把这个房子就焚烧掉了 考古队员认为 房子中遗骸的状态 应该属于非正常死亡 天灾还是人祸 造成他们死亡的原因 会是什么呢 考古现场一再出现的 奇怪现象 令齐平联想到 另外一处史前遗址 哈明遗址西南方向 近两千千米外 位于青海省明河县 关亭镇的喇家遗址 这里被称为东方旁贝 在经过十余年的 考古发掘后 遗址的全貌 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 这事存在于公元前 两千三百年 到公元前一千九百年左右的 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存续时间三百余年 是一处面积在 二十万平方米左右 居住人口超过五百人的 大型史前巨路 又或是一个遥远的城邦古国 2001年 喇家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 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0年 在喇家遗址展开大规模考古发掘之初 考古人员就在整个遗址的东北部 发现了四座房屋遗址 在一个个看似普通的房子内部 他们清理出了一些人类的尸骨 但随着发掘的深入 房子内出现的人骨越来越多 在编号为四号的房子中 从几岁的幼儿到四十多岁的成年人 竟然足足有十四具人类遗骸共处一室 最令人震惊的是 这些死者的姿态 有的侧身挣扎 有的肢体扭曲 有的匍匐余地 在死亡来临的最后时刻 大人和孩子紧紧地依偎在一起 甘青地区的拉家文化 还有内蒙古中南部的庙子沟文化 这两个文化里面的房屋里面 也有存在大量的人骨 这种人骨呢 他们存在的这个形态比较类似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体质人类学家 比较测量以后呢 给我们一个大致的一个数据 就是说你这个遗址里边 现在发现的这些人骨年龄 都是属于青壮年阶段 包括这个庙子沟 包括拉家 拉家那个形态现在比较清楚 因为那个是天灾 形成的一个突然的一个事件 在拉家遗址防止的清理过程中 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的红色黏土 此外 在随后发掘出的七号防止中 考古队员还在地面上 发现了一条巨大的裂缝 种种迹象逐步揭示出 拉家遗址死亡现场的真相 在分析了发掘现场的情况后 考古人员认为 拉家遗址的悲剧 牵涉了两种不同的自然灾害 局部地面塌陷 是这里曾经发生地震的直接证据 而红色黏土则是以黄河 以及山体泥石流过境后 留下的泥土沉积 四千年前 剧烈的地质灾难 以及黄河的洪水 最终共同摧毁了这座 人类的大型聚落 那么哈明遗址中 有着相似场景的死亡现场 是否也是由于 某种自然灾害所导致的 为了揭开这个五千多年前的秘密 考古队势必要在这片 超过十万平方米的遗址中 找寻散落在各处的线索 根据前期的勘察 哈明遗址位于西辽河 及其支流新开河之间 地处西辽河平原东部 科尔庆沙地的复兴地带 遗址坐落在一片沙岗之上 西北部被一条古河道所环绕 东南部地势平坦 四周为绵延起伏的沙丘 草垫错落其间 这是与地处黄河河谷北岸的 喇家遗址截然的环境 从通辽市的卫星地图 可以看出 哈明遗址距离最近的新开河 直线距离约十五千米 遗址周围既无陡峭的山石 也不见泄洪的沟壑 更没有发现地震形成的断裂层现象 而且哈明遗址发现时 被厚厚的风击沙土层掩埋 考古队员所揭露的防止周围平面上 散布有较多动物骨骼和少许桃片 其下为土质致密 很少含遗物的白沙土 在整个发掘过程中 各探方防止堆积 均没有发现淤土 水字层 和被洪水裹挟的堆积物 经过综合分析 考古队员排除了哈明遗址 毁灭于不可抗拒的地质灾害的可能 我们来发掘的时候 这个遗址是掩埋在 七十公分厚的这种沙土下面 随着发掘的深入 发掘面积的扩大 各种遗迹现象的不断暴露 我们发现这个遗址保存非常好 这遗址保存好 那肯定就是说 它不是被自然灾害所毁灭的 为了不遗漏任何细节 考古队员重新梳理了整个发掘过程 尽管没有找到期待中的决定性证据 但他们却发现了另外一些奇特的现象 在F40防止的堆积面上 考古队员发现了许多灰痕 在靠上位置的人骨表面也有被火烧的迹象 而且在其他出土了人骨的防止中 考古队员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 防止倒塌后的木构架上 可以清晰地看到火烧的痕迹 除了考古现场的痕迹外 考古队员在出土的遗物上 也发现了火烧的证据 这是哈明遗址出土的一件玉月 与周围其他玉器相比 玉月表面遍覆灰白的色斑 这是玉石在火的断烧下 产生的一种白化钙化现象 然后玉月又在地下历经千年的掩埋 才形成现在所见到的 如同鸡骨白的颜色 种种现象的出现 让考古队员不禁怀疑 难道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 造成了哈明遗址内的死亡现场吗 当时清理的时候 这个人骨都是黑色的 但是它这个过火或者这个焚烧 究竟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 这个现在我们还搞不清楚 但是通过我们周围 F37 F47 F45 F46 这几个大量出土遗器的 这几个房子的这个情况看 就是说我们倾向于认为 这个房子还是人为的 就是放火把它烧了一次 考古队员从F40高密度堆砌的人骨 和F37 F44 F45 F46 F47 F48 几座房子内 发现有佩戴玉器的罹难者分析 如果当年是一场意外失火 那不可能导致如此大批的非正常死亡现象 最后考古队员判断 这些房屋应该是被人有意焚毁的 那么当年哈明先民究竟是遭遇了怎样的突发事件 乃至于罹难者还随身携带着珍贵的玉器 便被仓促焚毁在房屋之内 五千多年前的一场大火 焚毁了克尔辛沙地中的这一处去路 不过正是因为这场大火 哈明遗址内有十几座房屋 在经过火烧后 竟然较为完整地保存了 房屋顶部的木质构架遗迹 从而让今天的人们看到新石器时代的 半地学式房屋形态和建造模式 这在世界范围内的史前聚落遗址中 尚属首次发现 这个房子我们现在可以看 它现在有很多 我们看到很多碳化的木条 这个木条有些是从房顶上落下来的 有些是墙壁上塌下来的 我们现在大致能够看 沿着这个房子我们看 像这个房子周围这些 有的是立起来的 这个是咱们当时是墙壁 中间掉下去 这些都是屋顶上掉下去的 就是说我们根据这些碳化的木构件 我们可以复原最初的房子的原始状态 这样的发现令人感到兴奋 但是哈明遇址内最重要的谜团 依然没有答案 181具骸骨 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 夺去了他们的生命 虽然考古队员已经可以排除 类似地震 山洪等自然灾害的可能性 却仍不清楚他们死亡的真正原因 在对罹难者死因做出判断之前 考古队员还有一项工作要做 那就是对当时生活在哈明遗址内的人口数量 做出估算 考古其实就是为了把这个社会 尽量地复原成原来的真实的一个场景 这是做这个回复原来真实场景的一个 一个辅助手段 除了可以更多地了解哈明遗址外 估算居住人口数量 也可以从法医人类学的角度 为确认史前灾难成因提供证据 2010年到2011年 哈明遗址发掘的43座房址中 居住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下的房址有9座 居住面积在10到15平方米的房址有22座 15到20平方米的房址有6座 20平方米以上的房址同样有6座 其中最大的一座房址面积达36平方米 遗址内平均面积为14.4平方米 我们整个这个哈明遗址呢 钻探出来大概一共有200多座房址 就是我们这个展示区的这个房址呢 现在占我们哈明遗址房址的十分之一 假设我们每一个房址里边 如果能生活5到7个人这么推算的话 那么我们这20个房子里面 应该是100到140人 人口考古学现在还是一门比较新的学科 在人口考古学目前的研究中 对史前人口的判断 基本上都是通过房址来确认 为了确保统计数据的准确科学 考古队员找到了更多的标本 进行比对 如果参照养勺文化晚期的大河村遗址 每座平均14.8平方米的房址 住7人左右计算 那么哈明遗址43座房址的居住人口数量 大约比300人 如果按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甲湖遗址 面积大体相同房址的居住人口 为3至11人 这样来推算 哈明遗址已发掘的43座房址 人口规模在100多人至400多人之间 所以哈明遗址当年的居住人口 应该就在这一范围 如果这样一组织 能基本反映当时的人口规模 那么哈明遗址房址内出土的 181例人骨 或许是占到了总人口的 二分之一左右 如此高比例的死亡率 显然不是正常现象 这进一步证明了考古队员的判断 哈明遗址房址内的大批人骨 应该属于群体性非正常死亡 而堆砌人骨的房址 或许就是一处大型罹难场所 5000多年前 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 可以让如此多的人 几乎在同一时间死于非命 在史前时期 可以短时间内造成大批人员死亡的原因 有很多 通过发掘研究 考古队员目前已经可以排除 地震 水灾 人训 人生祭奠的可能 但还有聚落间争斗以及瘟疫 等许多灾难事件都有可能造成这样的惨剧 我们头三年的时候 一直认为我们看到的这些罹难的人 是在这一瞬间走死去的 但从第四年第五年开始 我们的认识有所改变 就是说后来还有我发现就是说 在房子的附近或者在房子里边 又发现没有烧过的那些人骨 或者是在那些被烧完之后 在烧的那些痕迹的之上的人骨 那是后来形成的 造成集体死亡的原因很多 战争 瘟疫 中毒 水灾 火灾 就在考古队员讨论 罹难者死因的同时 一个意外的发现吸引了他们的目光 在哈明遗址的还好处 考古队员又发现几具骸骨 通过仔细观察 考古队员判断 他们同样属于非正常死亡 但是与之前在房子中 出现的骸骨不同的是 考古队员在其中 一名死者的胸腹之间 清理出了一枚锋利的建筑物 在对周围环境勘察过后 考古队员推断 这一名死者很可能 是被人射杀于此 还好那骸骨的出现 还会给考古队员 带来哪些信息 他能否成为 破解哈明遗址 史前谜团的关键证据 哈明遗址被笼罩在 重重名义之中 一切谜题的答案 等待着考古队员去探索